它的米粒是乾身的 應該是鮮苗米 很順德老 順德人 當然知道如何煮 這個甜品由女兒獨享 這裏有條錦鯉 這裏有條錦鯉 這裏要說出來吧 食物都送上來了 這裏是雙皮奶 順德雙皮奶 九正中的 濃潔到好像一層膏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星期日 我們游騰到女兒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順德 我們今天一家三口 來順德找好東西 話說上星期 我們去花鳥魚蟲市場買不到金魚 據說這裏附近有個 有個寵物市場賣金魚 你說夠不夠 荒川那個厲害 當然不夠 那個是很厲害的 不過既然來到 都過去看看 我們喝酒 到現在就來了 這裏叫龍的酒家 龍的酒家 總之順德一間 好老字號的飯店 喝酒茶 我們上三樓 厲害 金冰輝煌 就在這裏 看見上面的燈 多交關 有很多觀眾很關心我的腳 可以不可以 大家看看 都不用再找到位了 真是金碧輝煌 陳訴我不說 只是說這個廳的大勢 比上星期我們還誇張 我們是連元順景 這是一個很大的酒樓 我們找到位了 先說一下女兒 為什麽今天肯跟我們來 我們就說跟她吃牛雜 考慮到疫情期間 很難保證 去到我們想吃牛雜 那裏有食物 只能喝茶 在這裏叫點了 她喜歡點什麽 好像她還說點了叉燒 真是搞笑 這個中數都十時半 時間不早 我們可能連中午飯一起吃 吃完在附近市場 走到最後又回到佛山 那些下回分解 看看我們怎樣吃 龍的酒樓 午飯11時才開始供應叉燒 很多食物 廣州那些食物 這個搞笑 聖子到 整邊是聖子 然後用蛋皮製作 再來一些是逐件計 燕奶金絲球 雪乳雲吞 哇搞笑 炭燒海螺不算特別 酸薑蒸魚咀 我多怕讀錯 這些真是順德人煮東西 這個我真的不懂得讀 薑蔥焗牛 有資料的觀眾請告訴我 再來 鵝肝 雪乳餅 茶 薑菇 很難想像到這三種食物 混合在一起 這三種食物 純德人煮東西 真是不得知了 再來這個 咕嚕咕嚕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士多啤梨 再來還有這個 廣州的茶流不常見 這個叫做 蜜汁名爐鴨宅 我不是很想吃 我想蜜汁名爐鴨 不過要11點才下單 我們可以先下點心 先吃 再吃其他 再來到點心部份 先來講講他們的價錢 頂點是9元 頂點是35元 再來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我就知道金蒜排骨 這個尊點是不錯的 我剛才看到的 價錢桌 吃得很棒 再來還有 這裡還有一個陳村粉 排骨豬腸粉 排骨精陳村粉 你有沒有看 蠔點 29元 很貴 那一盒粉 我想如果叫完之後 我們三個人吃了就飽了 就可以走了 是的 真的 這個真的 真的可以走了 再來還有這個 什麼 鮮奶冰森紅豆糕 這些名字聽上去就知道要點 廚點 廚點的價格 18元 再來 因為早餐連中午飯一起吃 排骨飯 鑽點 鑽點24元 其實名字看上去很誇張 其實價錢不算很離譜 你看看鑽點 一定是68元 死掉了 其實只是24元 也就這樣而已 我們可能會先點兩樣東西吃 先吃著 其他這些甜點 到時再說 那邊還有 這麼難得那女兒想吃粥 鍋蛋牛粥 好 牛肉粥 好 再來 這個我點了 蜜魚汁撈麵 是吧 蜜魚汁撈麵 好 老實說 你說廣州的茶樓 我是說真的 我不是很反對這件事情 大多數都是預製品 即是說 他們可能是在外邊 買些預製品回來 最明顯是蜂爪是其中一種 包包也是 在這裡我看到 首先它是一個大大酒樓 你說有沒有預製品 我沒有辦法證實 沒有 以我的水平 但是相對可能少一些 而且這些東西 就算是預製也好 最起碼我在廣州沒見過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就會點一些 在廣州不常見的 通常回到廣州 我們經常會點腸粉 就是這個原因 它預製的可能性 相對低一點 譬如糯米雞 基本上可能都是拿火的 很正常 糯米雞 麻煩一點 麻煩一點 好 我們下了第一樑單 他們在這裡是數碼點查 這麼快 粥已經送上來了 看上單價好像貴一點 頂21元 大碗到 你說怎樣 吃得完 出行來吃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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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不完是打不到包的 今天我們是三個人 讓我出行 你先把牛肉舀給他們 免得有一點蔥 蔥花 牛肉是這種 醃過下的 然後 粥底是超級綿的 是超級綿 大家看到嗎 它真的比我們 廣州市區的那種粥底 另外 第二個送來的 就是 辣味排的飯 它有配這碟 倒不倒 現在倒 倒一半 現在倒一半 在嘴裡倒一半 一樣的 然後 做一些 這些是精華車 全部已經被我倒進去 倒進去 好 最過癮 我們廣州人 是懂得吃的 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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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撅進去 沒有阿布的那種 傻的那種感覺 應該是燃煮的 或者蒸的 大家看看 如果放進去 如果放進去 放進去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不是要拿的嗎 還有 再來 非常非常香 把飯放在下邊 早餐吃 煲仔飯 真是不得了 尚得人 這個煲仔飯 簡直可以算得上是煲仔飯 但它不是用瓦煲 它是用沙煲 真是叫沙煲 沒有人像我們這樣喝早茶 剛才我去洗手間 經過見到其他客人海面的食物 都是很誇張很誇張的 又來了 甜品 萬萬都想不到 反而這一味是最貴的 我只是說單價 不要說性價比 女兒喜歡就甚麼都可以 27元 22元而已 神早流流就試一口粥 正如先流所說的 那些米 寂麵 這些東西真是麵 粥也要配一些 這裏 純德人 食粥是這樣的 要配豉油和薑蔥 真是的 不像廣州那些 快快 Hoy Hoy 並不是 放下 像我們去過 Behind Ann coloring 外景廳 很特別 再來 這個粥 我們剛才選擇最小份 應該1到2人的 ��料能較多 可以選擇10人 價錢不多 牛肉贵很多 牛肉肯定是有醃过的 不算醃得很厉害 吃不出醃料的味道 再加上豉油和姜葱 如果不是怕热气煮到油炸鬼就完美 终于吃完碗粥 整个身软粒 就试试这个面 我这么大儿子第一次吃这种麦鱼面 什么味道 像意粉 下面的肉碎 应该是肉饼 应该是干鱒柱 我猜是 它不是咸口 我刚才轻轻试过 还有两条菜 应该是三条菜 试试 会不会吃到整嘴 麦汁 它这种应该不是用麦汁来做醬汁 而是面是黑色的 一口 一口 嗯 首先它是爽口 嗯 有那种 真是鱿鱼的那种 那种 腥腥的味道 她老婆说这种吃完 牙都黑了 应该不会多 那种是麦鱼汁 做醬汁才会 这种应该不会 那种 那种好像吃芝麻糊 人家说到秋冬 开始要补神 吃什么呢 就吃黑色的东西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 它就不算太 嗯 太咸 然后呢 它就真的像那种 桂林米粉 但又没有桂林米粉那么爽 那种是雪 那种是不行的 摘下来呢 那种麦鱼面 就吃完 想不到呢 它就有个泥汤 会不会像我们 大地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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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它 它又不是纯大地鱼 它又有芝士味 很奇怪 哇 算我水平真是低 低不断不断 都知道 一试不出 很正常 我真的喝不到 什么汤 它有一种 蔬菜的清新的味道 在里面 有些少少 葱花的 但那种清新味 不是来自葱花的 好有趣 真的难以想象 废话少哥 不要献手 接下来就吃煲仔饭 煲仔饭 我最喜欢 就是牛煲仔饭 因为 纳味是刺脂 不过纳味煲仔饭 我不喜欢吃 里面的纳味 因为它用芽叉相 不像我们平时 在广州吃到那些 芽煲的 试试什么味 我当然知道 当然是纳味才好吃 它们的纳腸 多粗 多大 好吗 应该是二百肠 瘦肠 来的 就像我们 王上王那种 蒼州那种 它的米粒 都是干身的 应该是施苗米 对 信得佬 信得人 当然知道怎么煮 但是它就没有说 像我们在广州吃到那种黏的 一些那么散散的 但是就真的不算干 有时候煲仔饭 你会搞到很干 我是很不喜欢的 它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 米粒是香的 是有 是有 蠟味的香味 最主要是有蠟腸的香味 蠟味的味道暂时 吃不到很厉害 或者等人吃到 这个甜品 就是女儿独享的 这里有点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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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出来 你会说出来 吃吧 你试试甜不甜 会不会 它又没有落糖浆 这个搞笑 这个搞笑 这个 哎呀 这个是 不是 这个是去沙滩 去沙滩玩泥沙 上面有一些 水果粒的 芒果 菠萝 士多啤梨 我看上去的表面很好 它不是很透明 有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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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味道 咸的 是辣的 咸的 是什么味道 它说不出 甜的 就明白了 好了 它终于试试到什么味道 是甜的 有些藥材 在女儿吃龟苓膏的时候 我试试排骨 吃得出有肉味的 不是啤水啤的那种 硬身的 我都吃过一些不好的 肥肉在你口中化开 那种很奇怪的化开 这个是没有的 看见肉的颜色 看看有什么美食 我们来远一点 有面筋牛杂 27元在这里 做得挺漂亮的 有辣椒 27元一份 对 对 张单看不到 再来 这边还有隔夜的梁瓜 都是27元 不过这个不重要 我们来看看这个 刚才我们想吃鸭脚扎 挂在这里挺漂亮的 对不对 就是滴着油 不是弹着脚 吃不了鸭 对 因为我们有点受伤 所以不敢吃 再来 这个就是女儿刚才想吃的烧鸭骨 我们吃饱饱了 最终买单是$111.04 经济实惠 而且呢 有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吃早餐的原因 全部都清晒 这个值得表扬 最初我以为 饭是吃不完的 但我们叫得很黑 如果叫上烧鸭骨 一定吃不完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就去看金鱼 金鱼旁边有个市场 我再来说一下 因为以往我和老婆一至五 至少会去一至两天 去市场 吃饭 买饭 喝茶 因为现在疫情没有办法 我们就不去 所以通常会放在星期六日 去买饭 现在过去看看顺德些事 我们准备去拿车 在这个停车场 车位都OK 多了$5.15 吃饭了 每天三个小时 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原先 其实我们不打算来农的吃饭 我们是打算在隔壁 有个数字的茶楼吃饭 然后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停车位 很苦恼 看到这里有个停车位 就停在这里 停完之后 一按摩头看见 农的酒楼 好像挺有名的 再来 而且这里停车5元 通常我们去人家吃饭 停车都是免费 又省了$10 应该停了两个小时 好了 那我们就去下一个环节 我们停了一个车 这里有车位 要付钱 但是在这里发现 这部车得意 车都被人拆载 然后还责了粉丝 好东西 真是搞笑 可能老板不知道 废话少说 我们来到顺德 当然是逛逛市场 逛市场门口也有很多食物 比如这个叫鹅棧 鹅棧 鹅棧 然后是錦龙茶桩 前面好像还有个大排档 我们不过去 这里是幼一村乐童大排档 这些看上去是很可行的 那个无缘寒酸酸的 但凡的都是这样的 在这部影片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开始了 那么从今晚开始 世界杯 那些大排档生意 会变得越来越好 不过是广州除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是禁堂食 市场还未到 就看到这个 军安味馆 对 然后他们在这里供供 那些烧难 还有这间 有得食 也是很出名的 吃猪杂粥 不过呢 减缘我的脚这样 这些内脏都是尽量小吃 等时身体健康的时候 现在一定要试 有得食 其实今天我们过来 顺德 如先肯定是有做过功课的 刚才觉得有得食 也是其中之一 反而 这个龙的酒楼 并不在我们计划里面 这个是真的 错了错了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这只有人养的家猫 但是自己偷走出来玩 自己走出来玩的 自己走出来找东西 人养的猫怎么会那么顺 特别是有点弄 但头部有点皮肤疲 多少 有皮肤疲 例如症кт 症кт 症 вп了 症 女人 摸一下貓毛,是乾淨的 一天就是玩人的貓 這些叫自己無貓 偷騙拐騙,騙人的貓,然後在污貓 好吃 眼睛好像是打架,還是腫了 有些流眼淚水,鹽症 就算你餵食也不允許 好了,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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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再見 你以為牠傻了嗎? 吃飽了 貓咪又玩完了,貓也挺聰明 肥肥的肯定是家貓 然後現在就過去市場 繼續在老城區走 這裏是屬於大梁 對,沒錯,這裏是大梁 剛才我們走過一路走過 很多人排到厭阿孫那裏 那裏就叫做大梁河 我們會在這裏穿過去 這裏叫錦秀路 哇,順德市民排到厭阿孫 多誇張 我們看看龍頭 這裏就有一部廣州車 你說他們多多是戒心的 不過老實說,我今天來到順德這個 早上,無論在路上也好,停車場也好 都看到很多廣州車 前面就一直排隊 然後看 這裏因為是老城區 所以上面的樹木夠多 就不算太曬了 今早涼涼地 到這裏已經12點了 天氣有點熱 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這裏是免費的 這裏寫明免費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人特別多 我猜的 因為如果不是免費 你沒必要寫上去 如果像廣州那樣 全免費的 你就不用寫 多人 接著我看到 開了五個位置 剛才我們喝茶 埋單的時候 聽到有些姐姐在這裏說 哎呀,我...我...我... 網馬... 大哥,在廣州見慣不果 我們來到這裏中數已經是12點了 所以市場外圍 就沒有那麼熱鬧 我們先走市場外圍 剛才老婆看到那些羊肉 她說昨天去看那些羊肉 多錢 這裏賣$37 我們昨天賣$30 這裏賣$37 我想不到來到這裏 都要24小時核酸報告 幸好 真的不知道叫做幸運 我們經常驗 經常有機會驗 進去吧 來到這裏 又看到水池 再賣了 對呀 再賣了 這裏就... 上次也說過了 貴味了 再不吃就沒有了 看到有 又再賣些 嘻嘻嘻嘻嘻嘻 買了五隻水池 是吧 六元雞 即是蚊鬆一點一隻 過二元錢一隻 值得買吧 這個市場很大 我們只是打算來賣菜 多少選擇 紅毛丹 也有 連萬傾沙樹上熟的羊肚 也有 然後 這個櫻枝紅 十二元斤 紅毛丹 這裏還有龍眼 這個市場很厲害 而且這些東西放得很整齊 就不像賣水產 賣肉那邊 濕鬼節節 這裏是沒有電動車 這裏為什麼呢 剛才門口看見 因為防疫需要 電動車不得進入 真的 這裏真是反季節 龍眼還在賣 旁邊賣這個 色家果 十五元斤 然後又發現一件事 就是 我們發現那些水果 賣三元斤 那個像 我們買三個半 三個半一斤 這裏是三元斤 每天都是好 例如這些 三元斤 只不過 老實說 你和我們在廣州市區 差不多 看到有便買 這個過百 過百 過百可以 就要吃快些 有 有 我們收到筍 過百 我也知道可以買 有少許花了 好 借水 折綠泥 我們就進來賣菜 和賣肉 這裏 這裏是違背著的 可能不做 這裏是賣菜的 但我看不見它有寫價錢 唐浩我看到6元 他老婆不會買 菇 她也懂得看 這邊是西洋菜 又可能我們來看這個中素 不太美 人是 哇 10元 這個什麼 這個豆角是 生菜三個半 我不認識的 大家都知道 只有幾個 我記得價錢 例如生菜 之前 兩元已經是貴 三元 兩個半 一元我們都買過 洋蔥三個半 就好些 這邊 雲南生菜 四塊 金魚 不是 但我看到有很大的恐龍 都有些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東西賣 哇 那隻蟹很厲害 10元 我今天來想買些水草 魚 還未住 不是這種 這種太大棵 我想要一些小棵 這些是 就這樣擺下來的 有一個座子 就這樣擲去 這種都還可以 這種還可以 暫時進來 老實說 跟花耀魚蟲 真的不一樣 我看了 它只是一個小小的市場 有沒有東西賣都可以整齊 例如這些 食蟲 食骯髒 紅貓 神仙魚 有些感味 這個好 這個七彩燈 金魚市場 輕輕看過 看來這裡 除了水果以外 其他都不值得出售 首先 第一 是有些不公平 拿這個賣金魚的地方 和荒川花鳥魚 是不公平的 第二 那些蔬菜 剛才我和老婆看 都覺得 我們廣州人經常太窮了 即是 他們三菜都賣三個半 我買過一元 就是這樣 你不公平 不要這樣說 是 荒川花鳥魚 兩元 其他地方真的是這麼貴 所以 這個不重要 我們待會 就收到蔬菜 回到荒川 再買至於是去西朗 還是中市 到時再說 現在我們又再去取悅一下女兒 她說一次都沒有去過金榜那邊 吃雙皮奶 引到耳朵動 既然今天 這麼難得 我們可以出到外面戶外堂吃 一於就現在去看看她 剛剛隔壁魚正 這個好像挺好的 我聽說 七者美麵 不過 不要了 爆了 你去裡面的裝修 下次 下次等我自己個人拍攝的時候 可以過來試試 經過大概20分鐘左右的步行加車程 各種加加密 我們又來到金榜上街 飲牛奶那裡 話說久沒來過 所以今天 一於帶她過來 走一走 找些食物 不知道能否滿足她 她說要吃牛雜的願望 這裡好像有一磅 你是不是很想吃牛雜呢 她不理我了 但是很少人 對呀 蛤 為什麼會這樣 蛤 很少人 之前這裡全部都是人 是全部 為什麼會這樣 對呀 哇 一個疫情 之前在這條路 雖然未算得上水舌不通 但是也不會像現在這樣 對吧 現在呢 可以 軍安魚餅 也是之前排滿人的 今天呢 就 就這樣了 這裡呢 是喝咖啡的 看來我們可以慢慢選一間 平時排滿隊那種 老闆呢 馬上在這裏漏我們 應該是這一檔 這裡是現場製作 我不是 記錯了 記錯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就去前面那個 會現場製作 那個 牛乳那一檔 好像是這一檔 去到門口 我們就記得了 沒錯 就是這個了 平時呢 就在這裏看大師傅 現場製作牛乳 今天應該是沒有了 有東西吃的 但是就未必有製作了 好 這麼快呢 我們就找到位了 平時呢 很難找到位 這些地方呢 現在都很容易找到位 這裡呢 是數碼點餐的 點好餐之後呢 就有東西吃 應該都是見到一些冷的 雙皮奶 野食呢 就送了上來了 這個呢 就是雙皮奶 順德雙皮奶 夠正宗的了 然後結到 好像一層膏 再來 這個呢 就是瓶裝的牛乳 大概是熟牛乳 這裡呢 還有一包砂糖 可以自己加進去 還有一根筋 一根筋 撈起來吃 你試一下它 你試 你試 就是這些 它近視看不到 老花 哦 真的 很稠的 原來呢 是可以加糖的 我就不加了 那我吃雙皮奶 這個是不是冷的 這個也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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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婆吃雙皮奶 嘩 稠到 好像一層糊 大家看看 是不是 好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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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稠 好像 差不多吃一塊 芝士蛋糕 你看 你哪有牛奶 可以這樣吃 這些呢 真的只有廣州 潘洪魚 順德 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試一下 藍沙 再遠一點也沒有 真的再遠一點也沒有 那些地方不是水牛奶 它水牛奶就差一點 佛山也算是 有一點點甜的 不是香精那種甜的 超奶 超級奶 還有呢 會封住你的嘴唇 是 好像塗了 那些叫做 潤唇膏 然後呢 就做了一點點來我這裡 試一下 這個是 牛乳 熟牛乳 但是冷的 牛乳上面那層是奶皮 剛才呢 剛才呢 我喝過那個雙肥奶 雙肥奶有點甜 這個呢 真的沒有味 完全沒有味 沒有味 有奶味 沒有甜味 應該這樣說 倒些砂糖 嗯 你看 多濃 都是奶味 超級超級的奶味 然後倒些砂糖 但是要拌均勻 那雙肥奶 不是雙肥奶 哈哈哈哈 那雙肥奶又吃完了 好吃就肯定是好吃的 不過呢 這條街真的 真的冷清了很多 沒有了那種 沒有那種感覺 沒有那種感覺 就沒有那種感覺 真的好像廢話 但是都是這麼好吃的 不是 野食是好吃的 野食是好吃的 你也不是牛乳 哦 不是啊 走走走走 現在呢 就好像多人說 剛剛才滴滴 然後這個呢 就是以前那個 那個qué rage 我們還沒試過這裡 下次可以試一下 還有 那種 有eso submissive 其实整条街真的很好吃,很多好东西 多了少少这些网红店,但也不是太差 主要是我们的广东人分得到哪些是吃本地的东西 那些没什么装修,那些公仔,做得很肉酸 那些就是了 好吃就归好吃,人小又真是人小 一口顺德话那些 一口顺德话那些 没错,老婆对,讲普通话那些 你最好不要试 讲顺德话那些,你就可以试试 直接就是小诗 真是真好吃,专程駕车过来都值得的 真的值得的 在那里駕车过来都駕了5分钟 好,满足了女儿的第一个愿望 现在就准备满足她的第二个愿望 不过,我们先去市场 买菜买得不太多,买菜买得不太多 现在我们自然就回方村了 今天我们就去中市市场 话说这样的 早几天我们看新闻说 中市市场又出现了那些疫情 然后全部封控沙厌完才给酒 现在是没事的,我们知道 我们就去中市市场买种 买些蔬菜 然后女儿还想吃牛杂 如果中市市场有,我们就去中市市场 如果没有,我们就走过去 那叫什么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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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前一点,再去荒村 买些牛杂回家 今晚煮饭吃 我们回到中市市场 正在充电 现在我们就在好有多 通常爱会的好有多 即是Wallmark商场 大家看,全部关了 只得上边Wallmark是有库的 即是好有多 全部关了 连这边周六福有关 这边周六福有关 六福珠宝有关 麦当当有关 这两位还要在这里吃多个雪糕 有开,不过你这样吃 吃不吃啊你 不吃 糟了 在里面买了 买了,不可以在里面吃 要出来吃 好,我们去市场买菜 买完就走了 平时我们不太敢过来 即是会塞满车 车场满了 很难得到位 现在很明显我多累了 刚才我进来 看见又是快点停下 先带着 糟了,多多多 买菜吧 我们看到有只梨花猫 在这里和老鼠对峙 对峙 梨花猫捉老鼠最厉害的 除了黄色的那种 哪里是老鼠 对啊 对啊 是梨花猫 不过这只肥的梨花猫 很少这么肥的梨花猫 它在这里抠着 好,我们终于进来市场了 买什么?买猪肉先 好,适当吧 买猪肉先 对啊 那些价钱是有所不同的 过半价钱 为什么开车回来这里买 为什么要贴 好,买了一个黄牙白 两个二元 快快追追 买了 是否不同 那些有钱的地方是不同的 这些呢 真的没那么漂亮 是真的没那么漂亮 不过就是过半价 就是这样 这些是过半价 就是这样 零下菜那里是4元 我记得了 这个是2元 2元 拿榨 拿榨 4元 接下来继续生菜 生菜 我们会再买些猪肉 和肠肉 3.5元 这个是8元 刚才我看到2.5元 都没有对比 没得对比 没得对比 继续买菜 我们可能会再买些猪肉 和肠肉 和肠肉 有些猪肉 都没有 都没有 有些猪肉 都没有 因为我猪肉 有些猪肉 有些猪肉 我买了一个年鱼 最大一块 只剩下了9元 3元 3元 很高 这些猪肉 这些猪肉 当然没有上星期 我和大家去龙津路市场 这么夸张 这么水事不通 不过这里也有个小人 因为附近 很多店铺都关门了 只有菜市场 可以继续营业重 真可憐 卖腊肠 旁边卖鱼 我已经全部都记住了 话说是这样 跟大家讲个故事 我老婆昨晚吃生蚝 在上一集 她很心急 把手捉住 所以她只吃了一半就算了 所以大家今天留意到 今天影片好像吃的东西 这么平淡 就是有原因 我的腿还有小筒 她的手又不舒服 所以现在都不敢吃 有鸡蛋 法 即使是这些 试试就算了 接下来就买骨筒 吃买骨筒 昨晚我们 我们买了骨筒 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这些味道又不好 经过不远 我们又回到 离合庆院门口 不过非常不幸地 水马 大家看到吗 变成了水马 那怎样 那就是没得吃 就是这么简单 平时在这个位置 唉 咦 连走鬼也不准做 再来还有一个 在这个位置 过去就是 翠城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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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有来过 这边想到来这边吃 不过 变成了防疫酒店 真是什么都变成了 那…这样的 总结过去这几天看过的东西 丽湾区始终都是最怕死的 有些解封了 玉兽区也跟着 大概就是这样 封得就封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 要令各位观众下集见 哇 够了场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